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罕見一鍋端 泄露習健康秘密 社科院到底怎麼大逆不道 妄議了習近平 中東局勢升級 上千巡弧機大爆炸 九亡近三千人傷 歡迎您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9月18號 星期三 在視頻結尾 會介紹阿波羅網副頻道今日內容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 留言和傳播 讓您的親朋好友都能超越同溫層 做出最佳選擇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罕見一鍋端 泄露習健康秘密? 近日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 書記 副所長全遭更換 中共黨組通知 8月22日研究決定 任命前金融研究所黨委書記 副所長龔雲為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 任命前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李雪松為經濟研究所所長 黨委副書記 任命前科研局副局長宋洪為副所長 官網也顯示 免去王立民的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 副所長職務 免去黃群暉的經濟研究所所長 黨委副書記職務 王立民與公雲對調 轉任金融研究所黨委書記 據被川普政府定為中共代理人的香港《星老日報》報導 事件的起因是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 朱恆鵬涉嫌網易中央遭嚴肅處理 最後導致研究所領導班子被一鍋端 55歲的朱恆鵬研究公立醫院改革 醫療保障制度等 也是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旅美時事評論人士 特約評論員陳破空分析 其實背後有複雜的思想鬥爭 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 甚至涉及泄露習近平健康狀況不佳的機密 陳破空披露 據北京消息說 習近平前段時間重病一場 現在緩過勁來 特別要報復泄密者 習近平的健康是黨國最高機密 社科院經濟所 據說是對外洩密渠道之一 背景後臺劉鶴是前副總理 政治局委員 他曾是習近平親信 心腹 負責經濟事務和對美談判 後來習流關係惡化 劉鶴反對文革 反對毛時代 反對計畫經濟 主張跟美國交好 在後期 習流關係形同翻臉 陳破空指出 劉鶴也是太子黨人物 雖說習近平也是太子黨 但習和多數太子黨都翻臉 7、8月份有關習生病的種主傳聞 內容涉及太子黨的所有行動 政治老人有所表示等 習近平的權力遭到一定程度削弱 背後似乎有很多太子黨人物的活動 劉鶴成了太子黨中反習並加入反習陣營的人物 陳破空說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是劉鶴建立的人才 劉鶴曾負責己任總書記如江澤民 胡錦濤 習近平等起草他們經濟方面的講話 劉鶴後來負責對美談判和經濟政策 經濟所也是為劉鶴服務 劉鶴去年退休後還見到美國財長耶倫 今年4月耶倫去中國訪問 本來要跟劉見面 後來沒有出現 說明他處境不妙 或說習不讓露面 陳破空分析 朱鴻鵬是自由派學者 在醫療制度延遲退休各方面發表不同看法 經濟所是智庫 智囊班子 色彩是改革派 整個被端掉是習流交惡後的復仇 社科院黨委書記說 社科院以後政治忠誠第一 政治判斷第一 陳破空指出 社科院學者在胡溫時代還可以發表獨立見解 作為政權內參角色 如今經濟被習近平搞垮 他又開除一票學者 警告易偉農 未來沒人敢獻策 只能吹捧當局政策 而習近平又是有認知障礙的獨裁者 所謂他親自指揮部署 中國經濟兇多吉少 官網介紹 新日社科院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龔雲 是該院近代史系畢業 任該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 中國無神論學會理事長等 長期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黨史黨建 代表作有毛澤東於人民 新任經濟所所長李雪松 經濟學博士 兼任中國數量經濟學會會長 中國統計學會副會長 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 戰略規劃與產業升級等 陳漠空指出 俄烏戰爭爆發時 曾有清華大學學者提出報告說 中國跟俄羅斯經濟捆綁沒有前途 中國的經濟前途在歐美 這讓習近平相當光火 痛批一派胡言 以後學見 社科院下各機構恐怕勁若寒蝉 無人敢說真話 全面啞聲 連知識界都失聲 社科院到底怎麼大逆不道 妄議了習近平? 紐約評論員秦鵬分析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領導層被一鍋端 其背後原因並非僅僅是副所長朱恆鵬的公開言論 而更可能是他在內部政策討論中對中共體制的批評 尤其是在敏感的延遲退休政策上提出了不合時宜的意見 秦鵬指出 朱恆鵬的倒臺可能源於他在私下場合 直言不諱地批評了中共的貪婪和政策失敗 而這觸動了中共高層的神經 秦鵬強調 中共近年來對不同意見的容忍度大幅下降 特別是在重要政策制定過程中 雖然表面上組織專家討論 但實質上是走過場 專家們只是被要求為既定決策背書 朱恆鵬可能在這種內部討論中 提出了與習近平政策相悖的意見 導致他被指妄議中央 此外 秦鵬指出 中共當前的統治顯得格外脆弱 動輒對不同意見施以重罰 反映了當局對政策失敗和社會不滿的深度恐慌 朱恆鵬的事件 揭示了中共越來越依賴通過清洗 和妄議中央這樣的罪名 打壓體制內的意見 以維持對政策與輿論的絕對控制 中東局勢升級 絕護機大爆炸九亡近3000人傷 阿波羅網唐寧綜合報導 法西社報導稱 週二在黎巴嫩各地同時發生珍珠黨成員使用的船護機爆炸 導致9人去世 近2800人受傷 其中包括數百名由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伊斯蘭運動珍珠黨的成員 珍珠黨指責以色列對此負責 路透社引述消息稱 最初的爆炸發生在當地時間下午3045分左右 爆炸浪潮持續約一個小時 以色列方面沒有對船護機爆炸事件發表評論 據稱 這些爆炸發生在珍珠黨的多個據點 而數小時前 以色列剛剛宣布 將對加沙地帶巴勒斯坦哈馬斯的戰爭目標 擴展至以色列與黎巴嫩的北部邊界 法新社報導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17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美國絕沒有參與此事 事先也並不知情 米勒稱 目前美國正在收集各方面信息 他拒絕對這次襲擊事件責任者發表評論 美國週二再次敦促伊朗 不要利用任何事件試圖加劇地區的不穩定和緊張局勢 他重申 美國希望以色列和黎巴嫩珍珠黨之間透過外交途徑解決衝突 華盛頓一直將珍珠黨設為恐怖組織 米勒也同時表示 恐怖組織成員是任何國家合法的打擊目標 法新社最新消息 聯合國黎巴嫩問題特別協調員警告 黎巴嫩週二發生的數百臺 珍珠黨成員傳呼機爆炸事件 構成令人極其擔憂的升級行為 目前尚不清楚這些裝置如何再幾乎同時引爆 初步的信息指出 以色列駭進黎巴嫩的電信系統 向這些呼叫器發出爆炸訊號 或是藉由透過讓呼叫器 鋰電池 電池過熱導致爆炸 不過美國國家安全局前工作人員威廉斯指出 光是靠電池過熱 無法導致災情如此嚴重的爆炸 他認為更可能是被加裝了爆炸物 這代表以色列已經滲透進珍珠黨的供應鏈或採購工作 媒體根據爆炸損毀的傳呼機背面製造資訊解析 發現這批呼叫器全部來自臺灣新北西指的金阿波羅公司 許多網友也擔心臺灣會因此捲入中東局勢 直呼這鍋不能背 也有人質疑 可能是有人把一整批貨 拿去改裝成炸彈 再賣給黎巴嫩珍珠黨 阿波羅網副頻道的內容是 大建時眾行臨員的景俊海突然提前退居二線印猜測 員工撞亡後 國企竟下禁旗令 騎車就解雇 引發軒然大波 突發 沒指控中共航空巨頭雇員 今天起 德國關上大門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來觀看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的副頻道 您在我們的頻道首頁向下拉 有副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副頻道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也有主頻道訂閱 加入會員和贊助鏈接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再會 在祝福時停止日報 記得按讚 我們在你的頻道下 姜先生 開始將嘱咗 發 血邏 發 血邏 發 血邏 發 血邪 發 血邏 發 血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